张本智和的父亲崩溃了 希望中国人不要骂我儿子 我们在本很受尊重 这是我今天看到的一篇文章的标题 网友表示 好的理解你做父亲心疼儿子的心情 把你们一起骂好了 虽然有点玩笑话 但是话操理不操 张本宇先生在加入外籍后 姓氏都改了 这事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 之前刚去那边的时候 有没有说过我们国平的坏话呢 我不敢说 只是听来的 护着自己儿子的心情 我们理解 既然你们在本国很受尊重 又何必来我们的网络上博取流量和关注呢 说到这儿 张本智和的粉丝们可能会比较生气 心说咱家偶像哥哥还用得着博观众吗 这么说的人 一看就是中了饭圈文化进入体育圈的套路 大家没发现个有意思的事吗 张本智和的名字 在之前比赛期间 即便是输了也是频上热搜的 什么他碎了 什么他老家四川 什么我也有点心疼他等等 可是在败鬼之后 这么大的事情竟然上不了热搜了 这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 我分析了一下 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我们网络上很多所谓专业的媒体人 不怎么推这个事情 导致舆论上大家的关注点 都被吸引到别的事上去了 这是个重要的原因 其次背后难道还有高手运作吗 下面坤姐就带大家复盘一下 张本智和这次巴聊运会是如何逆风翻盘 在输了比赛的情况下 人气反而在我们国内的网络上起飞了的 大家还记得网上盛传的这些图片 还有动图视频之类的 各种他输不起的样子 然后咱说人总是有点同情心的对吧 再加上如果有人先带头这么说 很快的大批网友就开始对他从厌恶转为同情了 记得当他摊坐在地上的那一刻 气气惨惨气气的氛围感 各种联系之声在我们的网络上传开来 还有人说张本智和是我们派过去的卧底 他可是我们国平队的副将 我最初看到这些言论的时候 就觉得是不是离谱了点 虽说体育无国界 但顶多他是一位滴滴道道的出生在外国说外语 效力于外国队的外国运动员 跟我们这潘老乡关系 还让我们大家联系 这是不是有点太刻意也太夸张了 大家看看网络上的留言 什么回不去的故乡 容不尽的异乡 还配上他哭的照片 我就想说人家哭是因为没能为国争光 为人家的国家争光 你是怎么看出容不尽的异乡的 这个异字从何而来 还有这个 甄嬛离宫那年也是21岁 张本今年也是 这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请问 我感慨于刘翔在21岁 获得了110米兰的奥运冠军 我钦佩郑钦文在21岁 获得奥运女网冠军 这些都是为国争光创造历史的 21岁是个美好的年纪 不过张本志和的21岁 至少跟我们中国的关系不大吧 就这样一步步的 好像有无形的手将张本志和推为 本届奥运乒乓球最悲情的人物 曾几何时我们网络上对他还是一片叛国的骂声 如今全是同情恋爱 要说网友们是真容易被煽动 稍微带动一下就各种蹭甄嬛传的流量 那么背后会不会有人在策划和布局呢 有人爆料他签约了某国际知名运动员经纪公司 总部位于美国 据说该公司善于为签约的运动员搞营销 而张本志和的商业价值较高 平时还有一些外国企业赞助他打球 所以说实话 如今张本志和败鬼的事情被爆出来 不管是他的父亲还是母亲要帮他出来说话 其实都是在火上交友 反而让一些网友聪明的扒刀猛料 包括过去他们一家人的态度 比如曾经口出狂言 是要打败中国队 甚至他父母还对我们国评队有过诋毁 这些资料网上都有 也不是咱们能随口编出来的 只不过平时你不激怒别人 那些手里有料的人也不拿出来 是这个道理吧 我个人是理解我们一些优势项目的运动员 为了追求梦想去国外参赛的 但是出国别忘本 再怎么不满意 难道不是国评队培养你们的吗 咱做人得讲良心吧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明明操盘手知道张本志和 以及他的家庭跟我们中国的种种渊源和矛盾 却还要极力的捧他呢 真的只是黑红也是红吗 我觉得深入一点想 或许是有更高的舆论操盘手 或是拿了外务经费的团队 借机扰乱和恶行我们 这不就是吃饭砸锅吗 利益你们拿到了 却还让我们喜欢恋爱败鬼的运动员明星 再往深了想 这波饭圈文化弄到体育圈里的点子 很巧妙的在我们当中制造了对立和混乱 还好没有造成我们痛失金牌的情况 但是对国评队的影响不如小觑 现在很多人这机会开始嘲讽或分化我们的国评队了 今天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发的这张图 叫四年后洛杉矶奥运会乒乓球 看了图您就明白了 就是说我们乒乓球队青黄不羁 到时候谁能迎战政治当打之年的外国选手啊 其中呢就特别提到了张本志和张本美和 你就说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人发这么一张图 评论区想都不用想啊 必然是一群李中克和爱国粉丝们的互喷现场 这不是引发对立是什么 同时巧妙的让大家别再纠结于张本志和等人的败鬼行为 本来这饭圈文化就闹得我们的国评队内部有点不愉快了 被说成内斗严重 然后呢大家想想有的人是不是坐收渔翁之力了 被不断洗白的张本志和可能不知道有人截图保留了一些 他当年说过的话的证据吧 在这呢多说一嘴啊 我就不担心我们国评队 想当年刘后良孔令辉退下来的时候 就有人在网上喊同样的话 完了以后怎么办呀 后来呢看看咱们国评多的成绩吧 有担心的必要吗 明明是有人借机会增加不必要的焦虑情绪呢 是不是 其实我们网络上热度高的明星从来不缺外国人 我也不会狭隘的说不能去追外国的明星 但是张本志和有点不一样 他跟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鉴于他曾经的一些不当言论 再加上如今的不当行为 如果我们网络上继续热捧 他们经纪公司幕后团队会继续造势 努力洗白 这点毫无疑问 那么接下来呢 之后的国际大赛上 他无疑会是国评队的强劲对手 到时候我们一堆人家的粉丝啊 再加上人家本来也不是中国人 以后再发表点三观不正的言论 会影响多少他的中国粉丝呢 答案不言而喻 最近是有人把他拜神社的事给曝光了 要不然呢 我估计中国品牌的代言都拿到了吧 其实国内外的舆论场 从来都不是风平浪静的 只是有些人想的太简单了 张本志和丑闻南上热搜 只是一个缩影 每一天其实外部都有人在搞事情 有事不必多说 没事他们也会制造话题 比如最近外网有个博主 故意提了个讨论话题 叫说出一件中国给予世界的东西 明显一样怪气啊 评论区呢可以说是热闹非常 但就是有人说什么污染 大流行不自由 什么也没带来等等这种谬论 不过大家不要生气 因为这些年我在外网 其实早就见怪不怪了 您想想就他们媒体一天到晚 那么造谣抹黑带节奏 可能不让他们老外对我们有偏见吗 而且他们的网络又是毫无有体系监督 说话尺度大不变真假的那种 但好消息是 还是有大批外国网友帮咱们说了好话的 答案也是五花八门的 问中国给世界带来了什么呢 很多人提到了四大发明 还有最好的奥运会开幕式 中餐高铁 孙悟空 茶叶 未来的希望 商品你们每天在用的用来抱怨中国的电子设备 纸上最大幅度的消除贫穷 做个正常人 有性价比的电动汽车 智慧与耐心并寻求和平的解决方案 太多太多了 有网友说对于那些抱怨的人干脆别买中国制造的东西了 很明显你不感恩中国现代制造业所带来的高效与生产力 大家可以看到我根本不用找那些陈芝麻烂骨子的事情来做例子 这就是一位外国博主最近几天刚发的帖子 截止我制作视频的时候已经有近三百万的阅读量了 评论引用转帖都很多 而当我看到这些评论的时候 心里也是五味杂陈的 一方面我为如今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能正视我们中国的发展与强大而感到欣慰 至少他们才改变固有看法 另一方面我也心里边很难过 看到那么多人不分青红皂白的就阴阳怪气甚至谩骂 我相信这里面一定有说中文的 还有这样的外国博主不断的在网上带节奏 勾着大家唱衰我们 颇有一点内忧外患的感觉 我相信大家也不想看到这种情况 但真实的情况就是一直有些人在诋毁和抹黑 所以那些动不动就说我们敏感极端的人 应该多了解一下如今在世界范围内 到底有多少舆论战的套路每天都在上演着 逮到个机会他们就会极力的给我们添乱 不管是通过宣传三观有问题的体育明星 还是发帖子阴阳怪气 是抹黑还是碰瓷还是都有大家自己想吧 到底是我想的太多还是有些人想的太少呢 好了这期又说了不少不该说的话 深度解读有风险大家且看且珍惜吧